日夜交班刚刚结束 我突然听见走廊有女生大喊救命 我一开门看见满地都是血 一名男医师趴在地上 而另一名男医师面部血肉模糊 这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护士对现场的回忆 嫌犯疯狂行凶 医务人员一死三伤 3月23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大家都感到心脏很沉重也很难过 但是我们是医生我们有责任 所以我们还在继续我们的工作 据了解杀人嫌犯李某某今年还不满18岁 因患强制性脊柱炎 曾经在去年的4月到哈尔滨医院的封尸免疫科进行过住院治疗 来自当地公安机关的通报称 23号九十许 李某某乘火车再次来到该院治疗 医生经了解得知李某某患有肺结核 于是建议他先到专治肺结核病的哈尔滨医科医院检查治疗 李某某做完检查后再次回到哈医大医院 将检查结果交给医生 因治疗强制性脊柱炎会对肺部造成影响 所以医生建议他应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 李某某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 随即心生不满 下午四点多钟吧 这个李某某呢 这个医院对面一个仓买内 买了一个水果刀 回到医生办公室后呢 他进门就对这个四名医生进行行事 本时一次简单的诊断 却不可思议地酿成了一起严重的恶性案件 买完凶器的李某某 一个不满18岁的少年 在23号下午16点30分 再次闯入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办公室 一个洞有一个洞可能就是拿到薪火的一块 这么大 两堆吧 这么大 两堆血 晚上五点钟左右 他的一个同事 陪同的上人来的 来的时候 全人上下都有血 然后这会儿他自己按一按 吃血 然后来以后 我们马上在几步马队下给他探查了 发现口腔 和面部有一个窗口 口腔内有个窗口 然后就给他进行了青窗术 给他缝合 他这个病人就来到镜上 那怎么办 非常紧张 因为当时来的时候 我们就上那个患药室 用来处理 那个医生 马上就说 快把门关上 快把门关上 非常好 犯案后 李某某企图自杀未遂 然后逃到了医院的急诊室 包扎伤口 被民警抓获 今天 在看似平静的哈伊大医院 我们无法想象 在每一个医务人员的内心 究竟承受什么样的压力 今天 在哈伊大医院的这块电子大屏幕上 仍然在悼念着三天前 被伤害致死的王浩 他只是该院的一名实习医生 而受伤的三名医护人员 有两名仍然在重症监护病房观察